本港疫情持續 政府要求尤麻地佐敦一帶指定區域居民強制檢測 有居住在尤麻地新田地階18號的42歲尼泊爾隊居民 一度低消 他到私家診所求醫 當時醫生指他是扁桃腺炎 其後他上星期五在社區檢測中心做測試 收到陰性檢測結果 星期一下午2點 他載到廣東道流動檢測車做測試都是呈陰性 只要昨天才發現初步確診 衛生防衛中心傳染病處主任珍珠君說 有很多因素都會影響病毒測試的準確性 例如病人可能屬於早期 病徵輕微等等 任何一種病毒測試都可能出現這種情況 他建議市民如果有不舒服要重新做檢測